之前我们家买了这个MPM07 还有SS18这个电影版大黄蜂嘛 其实都有点小小的缺点吧 像SS18电影版大黄蜂呢 它变形起来这个人形站得很软 就基本上摆不了别的姿势 只能这样傻站的 而这个电影版的人形 其实还挺好看的 当然背后被人诟病很多 它在变成车子的时候 那个密闭性真的太差了 也就是说这两个 基本就只能是人形站柜 所以我就去网上买了一个合金小车 其实随便买的 这个只花了20块钱 而且不知道什么牌子 还是散装 我买来的时候 甚至在底部贴了一个 32元合金甲壳虫什么的 但是我实际只花了20块钱 而且你看这个盖子 还松轰垮垮的 看起来还不错其实 但是你拿在手上 其实它冲我弹起来 我弹起来 但是它功能性真的很多 比方说我按压它前面的这个窗门 前面有这个声光电的效果 还是这样按压的 对 启动的声音 可以 接着我再把你看 我把左边的车门打开 虽然不知道这音效有什么意义啊 但很好玩 接着我再把右边的车门打开 音效还不一样 灯闪的这个频率也不一样 我决定给我小侄买一个 之前我们不是买了科麦罗吗 我以为就是之前我们买的 那个科麦罗车模 后来就是送我小侄子 对啊 就是送给他了 我以为车模顶多就是 开开车门 然后车轮轮转一下 但这款不一样 它还有回力功能 你看啊 我这样 上一下 就开走了 就是有种 而且前面的舱门还能打开 当时啊 我在淘宝上就是选了几种嘛 就是有很多 还有 我跟你说 还有八块钱的这个 贾格虫 下面回来看看 到底什么 我看了 就是它的前面舱门 就是前面这个引擎盖是打不开的 要不然呢 就是有的 它是给蛋糕配的 什么配个战斗机啊 什么那种 就蛋糕配式模型 它那个车门上的这个把手呢 又是没涂装的 所以我挑了一个 又有涂装 前引擎盖又能打开 还有回力 还有声光电 综合起来 这条就是声光电 而且只有二十块钱 瞎完完还挺好的 来凑近看一下细节 这叫声 可以看到 它这个涂装 其实很不走心啊 像引擎盖上 有一条银色的边 看到了吧 然后呢 它这个银色边 竟然没涂好 然后它在外面 还上了一层保护漆 把这个永久的保留了下来 而且你打开前引擎盖啊 它内部的这个 有一个轮胎的这个细节 也是残不忍睹 几乎没有细节 但是它又在很奇怪的地方 有一些很 很奇怪的执着 比方说你看 它这个轮胎 它是软胶 你摸一下 感受到了吧 比如说它是有防滑功能的 它可能是方便你开吧 而且这个轮毂 它竟然是两层的 而且是镂空的 这个做的很细致 而且它还有这么多的功能 包括这个电镀的 这个前面的防撞杆 这个都做的还挺 很奇怪的地方 做的挺精致的 然后车底也有一些细节 它是塑料的 上面也是金属的 玩过这个以后啊 我就想到我们家之前买的那个 那个 这个发光的扎骨 我妈 四百块呢 我预定是四百多块 你知道现在吧 现在掉价掉到三百五了 它掉了是吧 是吧 我内心那个痛啊 这个功能只有 还这个 还能转 大眼睛 这 这 万代加个星光 转的手感特别不好 感觉难受 万代加个星光电 它就 就卖四百多 然后这个只要二十块钱 我心里落差是很大的 但是这个 拿来配这个大王真的感觉不错 而且 我以为之前是 长度是十二厘米 我以为是用来配这个 MPM电影大王比较合适 但实际上跟SS这个车门大小是很接近的 比如说拿来配SS这个大王是非常合适的 这样一配 一人一车 可以 来